我們也算是香港的特色之一 明明是執法者 弄得像主題公園那些海獅、海豹 被人在那裡參觀 旅客來到香港 看到的第一印象就是我們 我們表現如何 都會直接影響到 旅客對香港的印象 跟做旅遊大師有什麼分別? 是否能多出錢? 這些都是我們作為 機場特警的職責之一 更何況這麼有型、這麼健碩的 旅遊大師去哪裡找呢? 對, 別這麼執著 一陣子習慣了, 太好了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在這裡嗎? 這裡是大師 謝謝 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 西班牙人文, 就是拜拜的美女 我除了懂西班牙人文 還懂英文、法文、日文、俄文 上海話、普通話 總之多到我都數不完 那麼多, 不去做翻譯員? 我想的, 不過我幼稚園的致願 想做太空園多一點 因為太空園可以上太空 又去月球 那學生妹懷孕的容裝 是非常要教美的? 空樓是不是真的會來的? 網上剛剛公佈了 請上去做嘉賓 太空園了, 我一定要跟她拍照 我也要拍照 沒事, 誰這麼生氣? 韓國男演員身高一百四 天啊 以後生女有學員 回到機場追星 有可疑人物好像跟着我們 別忙了, 繼續向前走 在這兒轉右 先生,阿洋主,你跟著我們做甚麼 Sir,你誤會了,我沒有跟著你 我…我剛剛下飛機而已 我懷疑你有不鬼企圖 慢慢打開行李箱 阿Sir,我沒有甚麼不鬼企圖 還有那個行李箱,沒事的 江Sir,對不起,我認識 對,我認識這位Madam Silver 可能你來做甚麼 恐牛? 她不是那個韓星 這麼巧合,也是叫恐牛 你來做甚麼 Silver,你穿這套制服很有型 不如這樣吧,我替你拍張照 可能Duty不方便 對… 對,今天伯父知道你來機場做特警嗎 對不起,你幫忙給我一分鐘 你可不可以不在這裡這麼說話嗎 沒問題,你說不說,我就不說 不過你真的很擅長,做到機場特警 不如這樣吧,我帶你去杜拜 不是,去滑雪,去看熊貓,我們慶祝一下 你有沒有這麼無聊 不是,去看北極光也好 我今天第一天在工作,你別妨礙我 好…那你幾點下班 好,我過來接你,接著吃飯吧 其實你一個森林這麼大 不如你走進去吧 我知道,我是個筍盤 真的有很多女生都會仰慕我 不過,我告訴你,我很專一 我只喜歡你一個 我答應你,你嫁給我的話 我會令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當我拜託你吧,你走吧 好,差不多了 先生,有什麼事就等我收公司再說 是,Sir 別再跟著你了 Sir,請問二位客運大樓 是否在這裡走過去 是,在這裡直走就對了 好,謝謝 不用 Sir,請問高飛航公司的櫃桌在哪裡 阿姨,跟著你,你在這裡直下 接著扶手電梯下到最下面那一層 接著通過這條通道 你會去到這個離境大堂 去到K段你就會看到了 謝謝 女途愉快 謝謝,Sir 我想請問你在哪裡有充電 機場有超過4500個充電器 登機、閘口和轉機區都有 好,謝謝你 你好,請問哪裏有超過充電器 是紙造,請給郵醫看 好,謝謝… 可以 真有趣,有老牌又不看 有其他職員又不問 就來問我弟弟 我們跟這裡的職員 就像一家人一樣 大家都有責任 令旅客覺得來到香港 就好像回了自己家 我們要互相照應 讓旅客知道 香港國際機場 是其中一個最安全的機場之人 走了半天 一宗案件都沒接過 整理做人用路牌 是 沒有個案件的就是世界和平 你別吵吵 那個就是11cm,對吧 其實他制留香港也不錯 可以哄到我們這些清潔枝枝 開心得彈彈彈彈彈走 識貨 他又沒有工作證 又沒有錢交租 又不是怎樣溝通到 但他是勝在一個人好 懂得做義工 幫人收拾垃圾 不說,每個人都接受了他 又是時候吃飯了 警署餐廳的東西真是不太好 我只是拿去做了屎家飯 給我,遇上你 快點 B位79後機身有外籍人士 罪者罗事 附近有否同事可以過來看看 Eco9211附近,馬上過去 真的嗎? 什麼事? 我之前弄傷了腳 鄰居 Colin,Eco9這邊還有雙手尾筋 最早的事,你找另一組的員工去跟 等 Bone叔,Eco1,Eco2就快到現場 保證 師兄,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不讓我拍招呼 先頭Easy就回應機了 我們是團隊工作 我們是來的,應該分工合作 不是玩搶椅子,搶到有獎 我們先照完定路線 繼續向前走,好嗎? 你第一天開工,開成怎樣? 很乞,然後那天經常騎騎騎騎騎的叔叔 還要全天都沒什麼發生過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期望太高 吹嘴得他真的很不值腳 行必有猛 阿倫,最快要下班那一刻 不如我停頭關什麼反應,換拍招呼 第一天拍就說要換拍招呼 我也說不行 為什麼? 你想想,如果每個人都說換,就很麻煩 還有被人誕囂的師兄一定會很不高興 一定以後不會有好日子過 是呀,只想要繼續跟著叔叔三個月 想起也想死 不過沒想到ASU原來是這麼平膽 總之悶得爆炸 今天是第一天而已 我明白有事發生未必是好事 不過我真的不想像吹嘴德那樣說 人進去做景點 我們以前的年都這麼辛苦 一樣沒事,不捨不得 你說得對,沒事的 話說回來,你打算什麼時候來我家做Rootmate? Youtube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記得Subscribe這個Youtube Channel 隨時收看TVB最精彩的劇集和精華影片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記得給我們一個Like吧